风桥叶博 唐张继 月落乌堤霜满天 江峰雨火对筹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传 风桥叶博 唐张继 月落乌堤霜满天 江峰雨火对筹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道客传 风桥叶博 一文 月亮已落下 乌鸦提叫寒气满天 江边风树与船上雨火 难抵我独自傍仇而明 姑苏城外那寂寞清静 寒山古寺 半夜里敲响的钟声 传到了我乘坐的客船 这首七诀 以一筹字同起 前两句意向秘籍 落月 蹄污满天霜 江峰雨火不眠人 造成一种意韵浓郁的审美情境 后两句意向疏道 城 寺 船 终声 是一种空灵旷远的意境 江畔秋夜雨火点点 几律刻子握闻静夜终声 所有景物的挑选都独具慧眼 一静一动 一明一暗 江边岸上 景物的搭配与人物的心情 达到了高度的默契与交融 共同形成了 这个成为后世典范的艺术境界